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添加大量的食品添加剂 给口感加分 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鲜榨的果汁 这样的果汁是不是健康的呢 也不是 如果把这样的鲜榨果汁跟直接食用水果相比 营养成分上还会流失不少 最重要的是 一杯果汁下来最少是两个水果 大家别忘了 水果也是有能量的 无论你是喝这两种形式的哪种都不会排毒 只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果汁 或者是有一些人对过糖有不耐受的反应 增加了你排尿以及排便的次数而已 出汗可以排毒吗 排的都是身体里的水分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出汗 这时候所排出的绝大多数都是身体中的水分 这个部分能够高达99% 剩下的是一些机体流失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等跟排毒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真要说有什么毒素物质 那就只可能是其中的尿素蛋了 它是属于寒氮化合物 排出的多少可能跟肾脏健康有关系 但只要你的身体吃在健康的情况下 这种物质 绝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尿液中出现 并不会一直待在我们的体内 更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影响了 因此 出汗跟排毒也没关系 那我们身体到底需不需要排毒呢 生活中 很多的人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排毒 还会经常食用一些排毒的产品 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的机体都有很好的抵抗措施 如集体的各个组织器官 都是身体的健康基础 即使是一些病原体冲破了外界的保护屏障 如皮肤 呼吸 肠胃 在到达肝脏 肾脏这些代谢器官时 也可能将机体中的代谢产物给排出去 至于人们所说的排便 排出来的也不是毒素 而是我们体内的代谢物质 并且 在粪便的组成上 多数也只是水分 并没有大家所说的毒素 还有一些名义上的排毒产品 只是让你的大便次数增加而已 跟排毒并不是一回事 所以 别再误以为身体需要排毒了 没有那么多毒素要排 各位朋友 你有做过排毒的傻师吗 还知道哪些不靠谱的做法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说说你的故事